欢迎大家收看大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最高法院不会阻止西点军校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 乌克兰通知美国决定解雇高级降临 现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大事联盟Big Ten正式合作来解决这一切 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同意审理州长 对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提起的诉讼案 23安利现金短缺 股票价值仅为几分钱 首席执行官希望再获得一次机会 请大家收看 美国最高法院不会阻止西点军校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 雅虎 美国最高法院周五拒绝阻止美国西点军校 这所享有胜率的陆军学校 在低级法院就招生决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法律争议尚未解决之前 乌克兰通知美国决定解雇高级将领 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已通知美国政府 他计划解除最高军事指挥官瓦列里·扎鲁日尼的职务 尽管白宫对此决定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但此举引发了对部队士气和西方捐助者信心的担忧 泽连斯基和扎鲁日尼在应对战场挫折的策略上存在分歧 作为乌克兰最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支持者 美国事先得到了泽连斯基决定的通知 但并未试图改变他的想法 现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大师联盟Big Ten正式合作来解决这一切 华盛顿邮报 东南联盟SEC和大师联盟Big Ten正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以应对大学体育的未来 这两个联盟占据了大部分学校的橄榄球收入 并拥有大学橄榄球中最大的电视合约 SEC委员和Big Ten委员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称 由于新的大学体育环境 我们的学生运动员 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社区 都面临着类似的文化和社会影响 这两个联盟正在组建一个咨询小组 就这些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 同意审理州长 对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提起的诉讼案 美联社 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 周五同意审理民主党州长托尼 埃福斯 对由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提起的诉讼 称其阻碍了基本政府职能 法院只同意立即审理 埃福斯在诉状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一个 该问题涉及立法机构的共和党控制的预算委员会 阻止为周级保护计划提供资金 23安利现金短缺 股票价值仅为几分钱 首席执行官希望再获得一次机会 CNN 基因检测公司23安利面临被纳斯达克摘牌的风险 因为其股价自2021年2月的最高点以来已经下跌了96% 该公司在11月份收到通知 违反了内斯达克规定 要求公司股价保持在1美元以上 首席执行官安妮·沃伊齐吉表示 公司正在进行必要的业务变革 并且正在努力重新发展业务 沃伊齐吉表示 公司现在主要专注于药物研发 但这是一项昂贵且风险高的事业 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收回成本 该公司尚未盈利 最早可能在明年就会资金耗尽 沃伊齐吉表示 问题更多地与生物技术行业的下滑有关 而非内部问题 23安利的未来 在于利用其DNA数据库 寻找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愈方法或治疗方法 2018年 23安利与葛兰素史克 GSK达成了为期五年的独家药物研发合作伙伴关系 并向该公司投资了3亿美元 GSK已将合同延长了一年 硅谷县成为美国首个宣布孤独为健康紧急情况的地区 雅虎 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宣布孤独成为公共健康危机 这是美国首个做出这种宣布的县 该决议并未直接拨款用于减少孤独的项目 相反 它表明了该县解决这个问题的承诺 并验证了居民的经历 该决议由议员会副主席大卫卡内帕提出 根据2023年2月盖洛普民意调查 约17%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在前一天经历了孤独 卡内帕表示 圣马特奥县的比例更高 指出2022年该县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45%的居民正在与孤独和孤立感斗争 大量研究已经概述了与孤独相关的严重健康后果 包括患痴呆症 抑郁症 焦虑症 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增加 相对于白人 黑人面临与社交孤立相关的早逝风险更高 老年人普遍面临更高的孤独风险 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独居或患有限制活动能力 或使他们无法离开家的慢性疾病 爱尔兰岛能够统一吗 还是英国将保持完整 半岛电视台 在北爱尔兰持续了两年的僵局结束了 七一联盟党将在地方议会中占据席位 而最大的党派新菲恩党则主张爱尔兰统一 文章讨论了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以及英国的未来 节目的嘉宾包括新菲恩党前全国宣传总监丹尼 莫里森 独立记者和作家马克 德文波特 以及阿尔斯特大学社会政策教授和爱尔兰国家委员会前成员 比尔德 西南 黑人选民对拜登失去了信心吗 BBC 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选民在帮助乔拜登赢得总统选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他们对总统感到幻灭 甚至有些人考虑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在六个关键摇摆州的黑人选民中 有71%表示将在2024年支持拜登 这与他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帮助他赢得白宫的92%相比显著下降 如果拜登未能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民主党初选中获得黑人选民的强大支持 这种支持下降可能预示着他的连任竞选面临麻烦 南卡罗莱纳州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 正是黑人选民帮助拜登赢得了2020年的民主党提名 一些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选民认为 拜登的言辞不符合他们的现实 许多人指出高贫困率和对黑人社区的投资不足 尽管如此 还有一些人仍然急于支持拜登 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重返白宫 愤怒和幻灭 可能让乔·拜登失去连任的年轻选民 澳洲ABC 乔·拜登总统在寻求连任时面临年轻选民的怀疑 南卡罗莱纳州的年轻人对拜登的年龄 和他在加沙战争中的立场表示担忧 一些人担心 拜登在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已经86岁 可能无法有效解决对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 如学生债务和无家可归者问题 还有一些人对他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中 对以色列的支持持批评态度 尽管拜登可以依靠一些年轻选民的支持 但许多人正在考虑投票给唐纳德 特朗普或第三方候选人 特别是拜登的年龄被视为赢得年轻选民支持的主要障碍 年轻选民往往更倾向于进步政策和事业 如果拜登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他们的支持 他的竞选活动将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并提出与年轻选民共鸣的政策 让孩子玩橄榄球等于虐待儿童研究表明 CNN 根据英国三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 参与橄榄球和拳击等冲击性运动等同于虐待儿童 学者们得出结论称 这些运动违反了禁止虐待儿童的英国法律 并且这些运动的管理机构 有效地让儿童接受脑部创伤 该研究呼吁在这些运动中限制接触 直到成年 引用了足球和田径等其他运动的限制措施 在2022-23年 8.3%的英国5-16岁儿童参加了橄榄球 COVID-19头痛持续多久 雅虎 头痛是COVID-19的常见症状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导致COVID-19 引起头痛的确切原因 COVID头痛在感觉上 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上各不相同 他们可能还与长期COVID症状有关 或伴随出现 严重打击 新斯科社大学对省政府的资金宣布表示反对 加拿大CBC 新斯科社省的大学对该省宣布的 学费和资金上限新证感到不满 新斯科社省大学校长委员会表示 这一年度计划给大学带来了不必要的经济困难 该计划包括2024-25年对中小型大学的运营拨款增加2% 但达尔豪斯大学的拨款将保持不变 高等教育部将把新斯科社省学生的学费上涨幅度限制在2% 而不是3% 大多数大学预计将至少将国际学生的学费提高9% 大石联盟和东南联盟正在组建联合咨询小组 以找到解决大学体育问题的方案 美联社 大石和东南联盟 SEC已经组建了一个联合咨询小组 以应对大学体育面临的挑战 该小组由大学领导和体育总监组成 将研究各种问题 尽管具体任务尚未确定 目前NCAA面临着极其反垄断诉讼 至于其管理大学体育的权威 包括运动员报酬 转会和招募规则等问题 SEC和大石联盟 以及其他强势联盟 都是这些诉讼中的被告 该咨询小组将作为顾问 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利 SEC和大石联盟 希望解决他们在大学体育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并努力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尼古丁代 在美国办公室工人中获得了认可 多伦多星报 尼古丁代 正越来越被金融和科技等高强度行业的工作者 作为一种增强表现力的药物使用 这些小袋子里装着尼古丁 可以放在唇下 是一种高度上瘾的兴奋剂 引发了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忧 虽然像ZUIN这样的产品制造商声称他们是戒烟辅助工具 但他们在寻求认知益处的人群中越来越受欢迎 例如 硅谷的科技工作者对助于增强认知功能的药物成为诺普罗普 表现出兴趣 亿万富翁投资者彼得 帝尔也曾表示尼古丁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诺普罗普药物 然而 人们也对尼古丁代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表示担忧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 舒默呼吁联邦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产品 尼古丁的潜在认知益处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 并且已经发现它可以改善健康志愿者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然而 尼古丁的成瘾性质和与烟草使用相关的风险是众所周知的 再见了 漫长的夏天 阿拉楚阿县的两所学校将实行全年教学 雅虎 佛罗里达州阿拉楚阿县的两所小学将从7月开始采用全年制模式 这一举措是根据去年佛罗里达州立法机构通过的891号法案设立的全年制学校试点计划的一部分 阿拉楚阿县学区将研究这一新模式对学生学业表现 行为和出勤率等方面的影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内容涉及美国最高法院 乌克兰军事指挥官 大学体育 州长诉讼 基因检测公司 孤独健康紧急情况 爱尔兰岛统一 黑人选民对拜登的信心 拜登面临的年轻选民问题 橄榄球等冲击性运动 COVID-19头痛 新斯科社大学 反对省政府政策 尼古丁戴在办公室工人中的认可 全年教学模式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新闻的深入分析 首先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阻止西点军校考虑种族因素 这引发了对招生决策公平性的争议 对此 我认为在追求多元化和平等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确保公正的选拔标准 其次 乌克兰政府决定解雇军事指挥官 这引发了军队士气和捐助者信心的担忧 作为乌克兰的最高军事领导者 扎龙日尼的离职 可能会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影响 大石联盟和东南联盟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大学体育领域的一项重要举措 这两个联盟将共同解决大学体育面临的挑战 并为学生运动员和社区提供更好的支持 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同意审理州长对立法机构的诉讼案 这表明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 我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 基因检测公司23nm面临着股价下跌和现金短缺的困境 这一情况表明生物技术行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公司需要转变业务模式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宣布孤独为健康紧急情况 这引发了对社交连接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我们应该重视孤独问题 并采取措施来改善人们的社交环境和支持网络 爱尔兰岛统一的可能性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多个方面 我们需要认真评估各种因素 以找到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 黑人选民对拜登失去了信心 这对于他的连任竞选来说是一个挑战 拜登需要认真对待黑人选民的关切 提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 以重新赢得他们的支持 年轻选民对拜登也存在着怀疑和不满 拜登需要解决年轻人关心的问题 如学生债务和无家可归者问题 并提出能够吸引年轻选民的政策 冲击性运动被认为是虐待儿童 这引发了对运动安全性和儿童保护的关注 我们应该确保儿童参与运动时的安全 防止他们受到伤害 COVID-19引起的头痛是一个常见症状 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其原因和持续时间 以更好的管理和治疗这一问题 金斯科社大学对省政府的学费和资金政策表示反对 这反映了大学对政府政策的担忧 我们需要平衡学费和教育质量 确保大学能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尼古丁带在办公室工人中获得认可 但也引发了公共卫生方面的担忧 我们应该关注尼古丁成瘾和对未成年人的影响 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健康 阿拉楚阿县两所学校实行全年教学模式 这是一项新的教育实验 我们需要评估这种模式对学生学业和生活的影响 以确定其效果和可行性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分析和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biblical的小学院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